音樂 詞曲 王小明 詞曲 王小明 我正教於宜蘭中到中學 然後我是花語教學處 目前職務事主任 然後我的名字叫林亞齊 之前應該從學校電子公文 以及就是臉書上面 看到關於復因的一些平台消息 那覺得還蠻有趣的 所以我就上網 然後自己就先註冊 然後看了一下裡面的內容 那發現裡面的內容很豐富 聽說讀寫每樣東西都有涵蓋到 那自己就有上去先做了一下練習 我覺得就是因為音樂達人 其實在參加音樂達人比賽之前 我在課堂上就有讓學生先接觸 就是裡面的閱讀的內容 那發現其實閱讀就已經選擇很多 那加上知道讀音樂達人這樣子的比賽之後 我就鼓勵學生參加 那發現學生就是他們發 因為題目就是從簡單然後到慢慢慢慢變難 所以學生他們會一下子就覺得很挫折 他們也開始就是覺得對閱讀產生興趣 那在他們的課語時間或是課堂 除了課堂上使用之外 課語時間他們也會自己去做練習 那當然也是鼓勵他們參加這樣的比賽 所以我覺得雖然沒有一下子就看到 學生他們的閱讀力是不是大量提升 因為畢竟這個比賽這樣的一個時間而已 可是至少我覺得看到學生他們是對閱讀開始 就是產生興趣 那這是讓我覺得很開心的一部分 對 我覺得就是剛剛很開心學到就是說 怎麼樣讓學生加入群組 可以不用說自己把學生的email全部都key進去 然後讓學生其實只要找代號 然後就可以加入群組 然後老師就可以很方便地查閱 就是學生作答的情形以及成績 這是我覺得很開心學到一個新的功能 以及剛剛 雖然就是之前 知道他有很多聽說讀寫 以及遊戲的功能 那也看到學生在使用 那是因為自己礙於時間 並沒有每一項都去嘗試 那剛剛的老師很仔細地 把每一樣功能都做了講解 那讓我自己在這些功能 包含寫作的使用 以及遊戲的部分 那我就覺得以後 回去之後更有信心 可以教學生 他們回去可以怎麼樣使用 然後讓他們再多加一練習 我覺得在目前的這個部分 至少我們使用上面都還蠻滿意的 那希望不管是之前的音聽比賽 或是音樂達人比賽 那我希望就是 也許之後有更多的類似的比賽 然後可以讓學生 引起他們更多的動機 然後讓鼓勵他們 讓他們可以參加 所以很謝謝這個平台 然後所舉辦的一切 謝謝